現在光輝也在喔 以我個人認為的優先級 光輝會大於優米的 如果要搶的是優米 就是因為我看到歐洲很多隊伍會去搶 歐美都有藍色方出獎優米 對面直接把光輝西威爾選下來 你這邊怎麼配好像都打不贏對面的組合 對 先拿俠 先拿俠 這一局是想亮俠落了 其實今天開在前我認為兩隊都能拿俠落 但比較讓我壓抑的是 前兩場都沒出 前兩場幾乎就沒考慮這個點 是因為兩邊的輔助選手 我覺得都是玩洛可以創造出很多play的那種playmaker 就他倆都是升到LPL開始 洛的印象都很深 拉克斯西威爾 這也是當前版本 我覺得最擺搭的組合 最變態的組合 最適合紅色方 就是有一陣子 中央17年到18年初的那段時間 就是紅色方首想洛霞 就這個概念 現在就是這個光輝加上西威爾 遊蕩繼續拿黃子 招牌英雄啊 兩邊也都明了了 對吧 對VG來說 第一場的歐拉夫竟然沒有好結果 那就繼續讓遊蕩 手拿德馬西亞戰棋 是 看看Dominus這邊第三手 不拿打野嗎 不拿打野 可以拿雷克賽 其實 我是不是可以拿雷克賽 亮了一手 阿卡利 這英雄其實還是Dominus用的 沒那麼多的一個英雄 而且這個英雄 沒必要在第一手前這麼拿 就是如果你想拿的話 因為主要是你看後面的邊位 也沒有人去按這個英雄 對吧 還是鎖了船長 那這場的話 昌虹依然是操刀船長 但是 換到了紅色方吧 好處是Dominus後面四樓 可以把瑞茲直接按了 對 他可以搬瑞茲保護船長對線 但是問題就是 這把 是不是說要稍微的 平衡一點 不要走那種 六線裝備都搞輸出的船長 因為這種真的是打不了團 VG現在有點頭疼了呀 我不太確定地方打野的英雄齒 我要不要按打野 應該還是按一下死哥 死哥其實在9.12有一個很大的按改加強 我相信很多的社區玩家已經都看到這個討論了 無法被選中的這種東西是不能躲死個大招了 這是很變態的一個改動 例如小丑的R 劍聖的Alpha突襲 小魚人的E什麼事 全部都打不了 對 而且 目前好像沒有改回來的 設計師也沒有出來跟大家面對 對吧 塞拉斯 從春季賽塞拉斯最火最強盛的那段時間 就不愛玩這個英雄 雖然這個賽季有用過一場 但那場沒有拿到贏 勝利 GOMINOS 直接拿了千絕 這也是前輩的招牌 那為什麼不把前輩留在場上玩這個英雄呢 目前在整個19年賽季千絕印記的對接者 我覺得應該也是史上的 我紀錄中 因為千絕印記一直有在改換 對吧 但是我印象中 LPL應該沒有突破十三十四成的千絕 沒有見到那種視覺上很誇張的射程 射程對 上單車離子是拿到了藍博 藍博面對船長 前面的話是可以推船長線的 而最後的中單選擇 來看看J這邊 中路NICO 其實兩邊中單都是會比較偏向發育跟支援的 所以類型上也是比較符合 你看Twitter之前在這個賽季用過很多場的中單NICO 對 反正冰川征服系的 中單飛機 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其實 考慮一下黃金跟飛機選一個 還是 就是 我會更傾向於打凶 但沙皇看一下線權的爭奪吧 因為如果是這種 人在線上凶 但是主要是NICO 真的沒有什麼英雄線上的人把他 就如果NICO玩得好 對 所以我是覺得拿中單飛機他的好處是什麼 是 我反正跟你對著發育 我打團很強 但飛機的問題就會是 那對方的上中野 前面就裂了 對 選飛機前面就是 兄弟們我們發育 我們誰也別 對你想看這個船長 這個船長感覺在塔下就是 瑟瑟發抖 冷不防的對吧 就一個 黃子從後面過來蓋他 可能NICO還會跟上來 最恐怖的就是那種什麼 NICO變個黃子 兩個人都上來 然後你在塔下 你也不知道誰是真黃子 VG這把應該會打得比較主動 我猜這場遊戲不會時常那麼長 但是你不要忘了 右邊可是有樹瑞馬雙雄 如果左邊撐不住前期的話 那後期也不好打 對但是如果 你說左邊打個優勢 右邊撐住了 對 僵住了這樣 對也有可能的 因為這樣的情況 我們看見過 那希望下一場 DW老哥能讓我們早點下班 是吧 主要是因為最近 我們兩個連續這種 BO3很多 但是也希望 兩種隊伍都能給我們帶來 精彩的比賽吧 沒事我們有讚嗎 有鼓勵多 好 哈皮 當然現在不能和 當然現在不能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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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两队以及老干爹粉丝的一个加油声 这把上角曲线依旧是很有艺术 是前面VG强势 中间会有一个DMO的一个小高潮 然后再拉回到VG 25分钟的一个左右的一个时间段 25大概就是 你看 我刚刚说了吗 我觉得就还是会来 而且上一场是从侧面 但是对面有眼 这个位置Mark很激情 已经想到了小兄弟 你可能会再来一波这个 但是如果动的左右快没有了 来了还是要强杀吗 你这EQ闪间击飞的时长太短了 太强行了吧 这个太强行 因为我刚才想说动的左右快是什么 是洛先抬 如果抬到可能能打个闪 但是这个正面线上眼 就还是破解了这个机会 对 这太强行了吧 而且他这波是红 就是蓝色方红丸抓下了 那这样蓝buff就守不住 不向上一局 他也没去换 他现在去的问题是 就是好像以VG的视角 他并不知道千诀的起手位置 不知道艾桐的起手位置 嗯 对 所以他去有可能遇到一个千诀 那你怎么打 这个上半区要被千诀刷空了 这时候要过去了 这时候必须要去了 要回去看一下 这现在不去 感觉 野区爆了 因为有洛陪他去嘛 而且因为下半区已经是推线优势了 所以游荡应该才可以换到对方的上半区 千诀这边也很贪 是刷空你的 三组都要 可能留个小狼 哎 他现在应该留个小狼啊 对对 留个小狼 然后千诀印记要堵了 现在是准备要刷 看一下艾桐 第一个LPO的核道迅界线 运气怎么样 哎 中了 哇 运气好运气 你看下半部那个他是 再来二二三四 而且这波有两个皇子 来了带了Niko 但是兵线不错很多 兵线快被清掉了 真皇子 假皇子 哪个是你想要的皇子 Niko出来 交闪现在Niko在他脸上 一个QE的连照 Niko交出闪现 没有死 是 因为 南风身上的一个守护者 加上 青虎成双的一个 一镜的那个小盾 让J是扛住了 这段防御塔的一个攻击 对防御塔现在 伤害还是挺高的 他已经加热结束了 对 但是这两个皇子过来 还是很有气势的 确实是很有趣 这也是我们为数不多的 能看到Niko被动的一个 实用性 因为其实来到职业级的比赛 Niko被动 大多数情况下 被职业玩家 就当成一个 哦 哦 这应该是 OB出现了 哦 再切回放 再切回放 哦 哦 问题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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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压惊 别慌 别慌 不要因为是 哲员跟我就慌 别别别 我还是 我都慌了一下 我说真的 我其实也慌了一下 我是真的慌了一下 但是 只要上一次 好像也是方plus第二场BO3 那天我在家里看 主要那天我还嘲笑了一下 他们两个 对 哦 哦 断到了 哦回来了 又是两个皇子 哇 这两个皇子的故事简直是 一回来以后 两个皇子棒地走 安能变我是真假 也不能说 哎 熊慈可以对吧 一个是熊皇子 一个是慈皇子 是啊 这个时候就是 真的是 你刚才看 你刚才丢的是这个 绿皇子 还是这个红皇子 滚 我哪个皇子都不要 是 下路 我把护盾挡掉了 胜大登场 但是可以赶紧 移到自己的侠旁边 没有问题 刚刚好像是 是 应该是有 断到回程 然后 然后一个交TP回来 一个是走路回来 对 哎 这个大的石头 是不是被皇子打了 那这样的话 艾桐就有点伤 主要艾桐前面 他现在也不好做事 主要他上中 是帮不了的英雄 下路其实严格上也帮不了 下路帮 就叫做反蹲 他 他只能刷 对 他前面只能刷完了 看看打突 而且他这把带着知名节奏 这也是为什么 千绝可能在目前来说 不是一个 高出场率的英雄 这把真正打得好的 J跟游荡这两个太厉害了 他带着J 他们一定是演练过这套 真假皇子 其实我还是蛮好奇 就是我看了一下 因为玉米上的那几场 用的英雄词比较特别嘛 就是我记得还有蚂杂这种 就是属于 老选手的一个英雄 海中的掏出来的口袋 卡牌大师 对 但是我觉得J就是 在我标准的认知里面 他就是很适合拿你口 就是让他去选择去帮 跟着辅助 跟着打野去打这种 进攻的内容 Niko就是很棒的 又来了 还好是进行墙推开了Niko Niko的这个大招 最后是形成了一个空档 但问题不大 反正两边对焦大招 下路走过来 这波想越塔 又在等着我将TP 这波是拦博下来 这波是玩宝的TP 这回没有两个皇子了 有大招的 哇 太坦了 Dominus 这下路是直接炸了 狭拿两颗头 三颗人头开局的炮福 而且中路想抓J 能不能抓到 看一下红橙给的稍微有点晚 三环的伤害A不出来 J这个位置回身等下 还好 还好这个三环打的伤害还是够 主要一技能突然一个减速 那个 什么 恒生巨翼 恒生巨翼 那个一技能会造成一个减速 被粘到了还是没办法 但是 我只能说这把 VG的前期真的是打出来了 起码从现在来看 然后下路边线三颗头 上路边线一颗 是 真的是打出来了 这是标准的 在你千诀能做事之前 就千诀现在连 大招都没有 就是我连宝的那个能力都没有 比如说你越下 是我六级后千诀过来 那你不敢越了 因为我一个阳灵升息 你TP支援到 这波黄又来了 都是黄子 两个黄子 一会没挑起来 这波的话也是被推拉的一个 流沙遗影给躲开了 否则刚才他挑起来 这个可能会挡住沙皇的一个意境 然后这时候 假黄子就会上来丢他的一个道刺 只要勾到的话 那就很危险了 是 这一局整个中野 VG的一个声音 在前期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藍博这波下路 其实也是很棒的 对吧 就前面越塔兄弟们给了一个头 下路两个助攻 没问题 很舒服 这个节奏对于VG来说是对的 那重点现在还是VG的这个大哥肥啊 大哥这个三个头在手里 而且本身霞这种英雄 他的作战时间就比西美尔早 是但可惜的是没有早早的去把水龙拿下来 因为皇子当然他前面 一直在Gank你看他现在等级已经落后 而且补刀是被爱童给刷了 超级大的一个差距 对但他是这种无私奉献的打法 毕竟也是为了队友牺牲自己发育 但这种打法的皇子在当前版本来说 是比较可以这样去打的 因为是漏皇子的版本 因为如果你是攻击装的皇子 那落后的时候你的作用会变得非常非常低 你又扛不了 进去也秒不掉C 对就很鸡肋变得 这个来打水龙了 这个时间点卡的还可以 那这样爱童也会继续的给下路 可能至少14分钟前一些关照 不要再被跃 因为被跃 如果让霞就泡芙身上13个头 再带走一个下路的满渡城的话 那这把游戏就异常的艰难了 他毕竟现在已经有了大招 这位置成功了 南风的任务只是让爱童 当一个只能把蓝Buff收下来的人 这样前面 Dominus虽然是被抓死了几次 但是慢慢来讲 他们中野中上野三条线的补刀领先 尤其是打野这位置对位领先还是很巨大的 现在就看两边到底是这个打野能把这个比赛 千诀这边能把这个经济在中期打团中转换出来 抓到一个机会 D技能好像是挂到了 J的闪线没好 交闪 应该很难活了 免得夜长梦多 这抓的时间J的闪线是刚刚才好 就是他如果是插那个眼的时候看到千诀 第一时间交闪那就有机会了 对 蓝波也是直接来中路撒一波大招把线清了 是兄弟这波钱你也赚不到 没办法 我帮你赚了 现在爱童这一场打得还可以哦 就前面两波都是他自己去做到的一个机会 抓到了J主要是瞄准了Niko闪现美好的这段时间接连出击 而且他已经四层印记了 这两两波应该都有 都有是是四层 对四层 他已经四层印记了 拿了百分之不是百分之就是额外七十五码的一个射程 对 峡谷先锋因为J的倒下 我solo掉 那这样的话Dominus是把局面给稳了回来 但是还是下路昌红这边看到一个皇子 不过这个位置太接近下路到二塔了 那两边在换塔的过程中下路可能因为兵线不足 导致要等一下 一下而上路霞虎先锋直接是在塔后放出来 两边在抢一缺塔 这样的话好像上路应该会比较快 就是Dominus肯定会比较快 因为下路的兵线在等 洛霞这边只能发呆 那没了 而且爱童正波也是过来 跟着嘎拉两个人吃 哇 待遇很好啊 这也是享受着小鹏般的待遇 是 就是你打野都能有资格吃防一塔肚层 而且是一塔的这个分的经济也都能给你 因为这波其实有机会可以全部给嘎拉 因为毕竟他少了那三颗人头嘛 而且就是2200马刚才让是可以让的 放完就走就可以了 所以一来一回下来 其实局面上面Dominus并没有劣势 而且反而他们现在是有一个赏金目标的 因为他们的经济是靠着防御 就是峡谷先锋去造成的 但是VG这边是靠着急杀所造成的 这次出了自己的GLP800 但是他现在比较危险就是因为 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说 他第二个闪现是焦了还死 对吧 当然换到了沙皇的闪 但是沙皇不用闪也能推你 是 沙皇这个现在稍微难一点吧 主要还是因为Q技能变短了 以前那个推是 以前的太轻松了 以前那个几乎是 塔前可以推到这个火举这个左右 对 而且还有一个回旋推嘛 是 就是一个EQ ERQ的这么一个练招 其实是EQR 因为这个我特意特别认真的练过 就是必须得EQR这个操作才能得到 沙皇没有二伞操作 对 沙皇二伞太夸张了 打一个爆破 沙皇的话也是借机 磨了一点防御塔的血线 现在双人主V 却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战斗能力 当然 嘎拉在自己团队给他了一波一血塔 以后也是把自己的系列刀给补到 而且他 劣势的时候是出一个萃取 然后借由换线完以后 减少对抗 所以他的经济是有机会咬回来的 看待会儿有没有机会导播 给我们看一下 就AD的一个对位差 谢谢导播 差距还是1000块 萃取补300 之前补300 他把萃取卖了 呃补300 但这把 你看千绝这边的对位差 就是把这个经济给全部咬回来了 剩下的位置 差距都是在三四百左右 这位洛被粘住了 但是霞在边 呃 游戏里他不加那个轻武成双的距离啊 这就说明认得出来 他不能飞 对 他根本不能轻武成双 是啊 哎 这个位置直接Q到了 但是千绝的位置刷有些远 而且下面只是一个GALA 他也不可能过来包车离子 你看这把艾童的这个大剑 有想法呀 蓝切吗 我在想 你觉得 无尽 上无尽也行 他就先放着 出个攻速暴击 出个火炮出来 然后到我补 宁王之前这么出过 这个伤害是真的看不懂 三环那一下 那三下 基本上人就没了 千绝这个英雄 就是属于可塑性很强的英雄 什么装备都能出 攻击力也能出 对吧 攻击特效也能出 肉别出 肉出了这英雄没啥用了 但是这场的龙 现在对危机来讲 好起来了 第二条是刷了一条土龙 而且中路再通过 洛去打一个肚层 赶紧回来 直接是两段位移 看沙皇这场的 炉登出来以后 这出炉登的 第一波爆发 伤害都会比较高 对 渡城上面 我们来做一下 回事 VG下路是拿下了满城 上中也都有拿到 所以总体上面来说 是比较多的 但是在 AD位置上面的差距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经济的差距 在这把游戏还是很小 但VG现在其实是有 龙的属性上面的一个堆叠 是 而且确实VG这个阵容 他在中期更主动 这个是我认为VG中期的一个优势 要把握好 蓝薄强势的那段时间 对 黄紫蓝薄 这两个英雄 加上尼扣 加上洛 就是 他无论是开团 还是 打 你看就这种 超越距离 超越距离开 因为这种情况下 他这个闪现可能是五百块的价值 对啊 你要看他身上的赏金 对吧 就额外五百块 诶 这么有大招 重置一下 打出来了 POP这边有点 他啊 就想死了 我操作大失误 还不如刚才叫闪杀Mark的 虽然车离子赶上去把艾桐给杀了 但他自己也知道光辉的一个Q 被防御塔打得很残的时候 嘎拉改道 这种残局是AD最喜欢的 就是他能追到几个了 但是回头有一个铁锥盾 跟一技能的一个减速 再一个 徽旋之刃是挂掉了车离子的人头 正面落地的是推拉 一个TP过来的一个沙皇 但也就没有后续的作战 所以他去上路感觉 要找机会抓一下 配合长红来抓一下这个J J有闪现 直接叫闪 闪现推回来 开大招回身 没有定复推拉 冰枪先剪除后面的船长 但是被桶子已经炸到了 而且推拉补上了上半大 还不如刚才交闪杀Mark的 这一波后续感觉 Pump这失误的有点严重 他既想要站在杨烈生心里 不死 但是呢又犹豫了一下 觉得如果杨烈生一起 他可能还会被防御塔打死 所以他又走出来了 只要是黄子出来了 对 就因为防御塔那时候 是转换目标到黄子身上 那一波其实配合还不错 但是爱童把自己大招按出来 就是伤害没有秒掉 他们想打一个EQ闪的空中 把爱童直接秒 但这太难了 因为那个击飞是短击飞 不是像牛头那种高额击飞 又不是石头人大招 说他在空中下不来 这种高额击飞 果然是无界啊 这很有 不管怎么说好吧 就是这个选手还要看更多的检验的场次 很有骨气吧 很有我们奔驰的 奔驰的slogan的这种意味 无畏造英雄 无畏造英雄 我就是 因为正常来说 出 这种选手 就是说新人选手上来 这就是DM现在打回来了 对吧 如果他那一波没按出来 对吧 然后接下来再几波被秒 对吧 就跟上一把的船长一样 可能我们就会说 打得太激进了 对吧 但是这种东西其实都是一线之隔 其实说实话 就我们解说 你们这样喷是没有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也是马后炮 我们也是成败论英雄 我们没办法 对 那你这么说 世界上很多世界都是马后炮 又来了 这波 Gala没闪 游荡没有上 然后现在VG 这一波的中期节奏 虽然上人头交换亏了 但还是 还能接受 就是因为中外塔拔掉 中外塔拔掉 给兰波更多的一个 来中路去抱团的一个机会 而且洛霞也有更多 去打先手的一个可能 但是还是要等一下自己 这洛霞的闪现 这个位置爱童交闪 回升级云墙 只想推一下洛 但洛已经第一时间 交出了自己的圣诞当场 往侧面走 是的 他也是保护一下爱童 因为万一洛刚才真上了 那爱童就要被控制住了 而且沙皇现在的大招 也是可能有些老玩家 或者不玩的玩家 会不知道就是 他如果先立了 然后洛再过去 是过得去的 他没有那个 传统地形了 传统地形 所以他要预判去推 对 他就跟小龙的那个强人一样的 他没有那么高的优先级了 之前的那个判定是 上面不能有人 撞到就要弹走 有的时候角度不好 闪现都会被撞回来 如果你是伞到那个 强上就被弹回来了 那是一个很高 就是现在好像没有这么维度的强 这么高维度的强的一个判定 蹦床极致 爱童攻速鞋 很好奇他第三件 他这个出装真的是 很暴力 他这个就是 J看到就会死 就是如果这一辈打到先手 路人千决 这种就是路人王千决 大家打乱 可能是碰到那种玩得很好的千决 都是这么出装的 但是我 见到还是先出个攻速的多一些 真正如果是直接裸无尽的还是少 就是暴风大剑 因为前男转 打野回家频率很高 而且身上又要一直带一眼 可能存不上那么多钱 一千三带着 先补黄叉 然后去出后续的装备 而且路人的这种 如果是当核心的打野玩法 可能巨风也是会有 大招 这个位置窗户可能要挂 但是还好兰博没有闪现 自己是赶紧交出闪现 拉开了与兰博的距离 兰博这波也是鬼输在手 伤害超高 他这个出装也是正确的 车里子 他知道 如果他这把奔着保命 因为他的鞋子已经是出了一个不假 对他不可能再出中亚了 对他如果这样去做中亚 那这个中期他的伤害就 大招的伤害等于没有 而且就等于是你把兰博最强的段时间 你给舍弃了 但这条龙刷的属性 不够让 Dominus可以过来 就是不够吸引他们就过来争夺 不过下一条龙已经是 非常好的火龙了 但Dominus现在其实 下一条龙 他们再来 就是他们 这条龙放的我觉得是非常OK的 因为两边的阵容都是 一波打完以后 要见结果的 就这一场没有 哪一方有特别大的poke属性 对吧 左边就是黄子天崩地裂 蓝博恒温灼烧 这一波黄子蓝博的combo 而Dominus这边就是 千诀大招 沙皇的大招 做两个反打点 还有船长的大招 应该说他们所有的技能都是一个反打 这是一把 毛与盾的一个对决了 但VG现在是中有主动 我很喜欢VG这个队伍 这场的选择就是因为 他们是一个 两边战机都不好嘛 应该说战机都是属于那种 不算是强队的一个姿态 他们选择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 选择主动 他们不是说选择一套 比如说拖 我不犯错 我等你犯错的这种打法 而且我觉得这个主动 在前期收获了一定的效果 现在霞的装备还是很领先的 其实 但是还是要小心 中路那一波的 接续后的乐坛 因为他们是先秒掉了推了 但后续想杀 艾桐是给了 动命的十一波很大的反起事的一个机会 对 现在留J跟船长带线 这个也是因为J的新鲜速度多够快 中路那边开没有开到 那他直接是轻悟双双回到自己的女伴身上 主要是因为现在J后面还有防御塔 这个换键主要是J在上路带 其实有危险的 J现在在下路背靠防御塔 这个仓虹拿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是的 看两边其实都是双TP 我觉得Dominion是 沙皇放上也是好 沙皇比船长安全 船长在上毕竟没有位移 对 只能开悠梦用樱花刀来跑 中路这个线清完 BG还是要想办法在对方的红须找到机会 但是你进去做视野的时候 对手偷伤害的能力也很强 还要非常小心 Mark在如果有视野没有排掉 先手瞄准你Q你的机会 这把南风也是打的 线上想打优势 没有带进化 也没有带起风的秘机 嗯 这种时候最有可能死亡的是洛 下一个死亡的人 洛很危险 沙皇过来想开这个霞 这一波的话 霞是有一个大招的呀 他甚至现在闪现都不特着急交 但这个桶子炸到他了 这个倒个拉 这一波 稍微有点想当然了 因为霞的位置其实还是比较靠后的 并且他拥有暴风雨衣 并不是说 搅了三个大 但问题不大吧 因为这段时间没东西打 对吧 就是很明显的 两分钟后才有 但是VG 可以逼大龙 他可以直接交TP逼大龙 就是因为你没有船长大 加西威尔大 加光辉大 我觉得不算 光辉大很好 很快 你看现在已经一半了 可以逼龙 其实他们真的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直接开龙 但是视野做得不够深啊 就是说这波 主要是他们也知道他们的经济并没有优势 就是这时候打龙 会给一点机会吧 但是我觉得可以尝试逼 逼给洛 因为洛现在有闪了 洛就有机会开一个好团 这个F6背后的视野是暴露了VG刚才的一个动向 这个黑暗的地方 看看有没有人 一是看上面的草丛 这个根本不过来 完全没有中计 那怎么没有蹲到人 走出来 这个视野实在是太重要了 但是看看双刹影减速到 被禁锢了 马克这个位置 皇子在早上交闪 皇子不管他回车大家盖窗口 藍波大人放得非常好 嘎啦直接下半血 但回车艾通开始做反打 艾通的血量也不太好 而且中级小光只大到了一个车离子 车离子血线也有一半 双方的交换技能之后 只换出了一些血量上的差距 这波主要还是 虽然洛都开到了 但是队友有点跟不上 打出了很多伞 就最远的一个 不伤害的一个 车离子的大招已经放出来 而且放得不错 逼出了嘎啦跟马克的一个伞线 那这一波交换完的话 VG是交掉了洛的一个伞线 我觉得算是 嗯 两边都能接受 我觉得两边都能接受 但是推到这个位置 哇 他可以上去 可以上去完全不虚 而且昌宏现在是在下路 根本没有来管自己 中路这波队友的一个推进 而且刚才J 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进场 也是这波团危机很难 再打下去的原因 主要他们这是五人 如果刚刚是中路有一个人 那中路那个人 比如说中路那个人是J 开打开打开打 这波直接开打 这波打了一个反心理 这波要打的 虽然南波没有大招 但是这波打的速度其实可以 我们看一下大龙的血量 已经五千多点血 正面直接交TP 那这样是要打到底吗 但是游荡已经扛了 有点残了 正面是用一个假的妮头过去 然后再利用LP800减速一下对方 倒是倒是倒是倒了 但是队友跟不上一个输出 Tira跟过来 利用自己的一个手长 配合这个位置 大招大到了两个前排 但是后续VG可以撤队 DWG还要过来包吗 这位是不好撤退吧 看一下所有人贴墙 还好走掉了 没有刘远的技能了 但是感觉 当面是要回去开龙了 昌虹 昌虹这个位置 打得好激进 他自己半血 没有人知道他身后 没人 但他当着自己有 闪现有局质 但是另外一边 J是踢到了正面 可以补视野 他好像没有带控制守卫 蓝波的大招 下下去大龙的血量 一起被蓝波的下压低 这波皇子好像进不去 前卷是先把杀了一个男爵 正面打起来 Mark的血量 是先收到激活 而这在正面 好像也是被激活要死了 POP的血量也很差 车离子被打出闪现之后 艾图跟闪回身 直接被霞暴击暴死 但随后的Gala 帮助他完成了收割 而且车离子这个位置 应该是能走的 但是现在这个局势 对危机来讲 真的是有如坐过山车 一本急转直下呀 是 四个人倒下的时候 只剩下车离子 车离子的位置 还被对方逼破 那Dominus根本不用回家 虽然Mark血量不多 但是两名C的状态很好 点塔速度也是飞快 这样一路的高地 可能不推了 因为油弹快复活了 这波是回去 收一条火龙 Dominus已经把局面 握在自己手上了 这个位置回得去吗 看看沙皇在第一时间 往这边赶 应该是回去了 回去了 这波也没有要强杀 你兰博的意思 就是这一把Dominus 打出了一定的纪律性 我觉得危机的决策 还是他们现在的大问题 刚才这连续三四分钟 真的挺 我觉得呀一个细节 这这波必带恐惧守卫 对他这波是来 冲着守卫都没带 他身上是满格子 他可以卖药 你们药卖了吗 这种情况怎么可能 不带恐惧守卫呢 虽然他有可能 启迪器里面会点 新鲜球去补器 他这波是 他先站在千绝对大招里面 但是没有办法 这波千绝还是脆 但是没问题 他只要正面让对手 回头A他 站在原地以后 这波镜头回来 Tirah直接一个大招 进军之强了 炮符被推到了三个人面前 虽然他的伤害很高 但是艾桐刚刚是买了一块表的 哇 Tirah直接利用杀兵戳死了 炮符 那这样Dominos甚至有机会 中路直接拼一波 这再死一个人 几乎就拼一波了 看下船长过不过来 不过来的话 应该就是上高 后方立起了一个沙皇圆盘 正面游荡过来 但是你正面开起来 根本伤害不够 因为现在J的伤害 尼科的伤害就不够 不处于畏惧了 Dominos现在上校也在 这段推高低的时间 开出了一个将近9-1开的局面 9-1开了 筒子炸到J 但是J回声困到了艾桐 艾桐没大招的 没大招 差一点点 直接被兰博的恒温周超给吓死了 这波艾桐感觉有点没必要 对 他太想点那个塔了 他硬顶着对面的 感觉他打了三局 你知道吗 就是他很想赶紧下班 是 就那时候那波 他旁边血量比他好的 队友都已经在往后撤了 他就不行 给我点 这样给了VG一丝喘息的机会 但是VG这个阵容 打到这个时间段 两个最大的问题 已经暴露出来了 第一是他们的手 现在是非常短的 尤其当面对船长 以及沙皇阵容的时候 哇 这波大招的漂亮 对 然后第二就是他们这个阵容 渐渐的开始出现输出不足的问题了 是的 再跟对面这种3C 甚至算千决4C的这种阵容比起来 VG的伤害已经是有点不足了 而且尤其你这种一波制造AOE能力的上单英雄 都很惧怕 都很讨厌一个英雄就是千决 凯南吸血鬼 以及蓝薄都是这种类型 就是你明明致死的伤害 会被对方给绑住 而且现在就是VG整个问题来说 他中路在团战里面 攻击输出能力现在已经拉开了一个级别 甚至两个级别的差距 对 大家玩Niko这个英雄应该都懂 这个英雄他就是大团队伤害 很正常 这个英雄玩下去 对方冲他可以打伤害 但是他是冲阵他的伤害就不直接 对而且这个英雄他本身就不好打伤害 他就是一个可以说在团战中提供控制为重的中单英雄 这些人就是分开战 他的四个输出点位会分开战 他不太可能打出好的AO 也就是只能打用大招打控制 像浙元素这样 哦Q到了 哇中路一个桶子吧 这炸出了 开大招想单杀 这个位置回身定住吃橘子 可能没有闪现Q 那这样两桶联 这是跑开 但是侧面胖皮就被打残了 防止跳打 这还是被单杀了 而且黄跳完大之后被反身推回来 看来摄像鬼十八甲前续在追他 爱童这边暴击两下平A直接拿到这个人头 那应该是一波了 游戏结束了 终于有点虎头蛇尾的意思吧 这一局 他们在前面打了非常出色的黄指配合妮扣的月塔 这个RW但是回身有爱童的一个大招啊 规避掉了恒温手上的全部伤害 而且进场的车离子再一次被击杀 杀兵的边角是蹭到了怕 不行不行 保持了对方的沙皇以及光辉 马克跟推拉倒下 但是旁边只要Gala还存活 这边的伤害就是可以源源不绝的来推掉VG的一个梅亚塔以及基地 我们要恭喜Dominus今天最终以2比1战胜了VG 也拿下了他们更名后夏季赛的LPO首胜 是的 虽然你能感觉到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一场来之不一的胜利而感到多么的开心 但是至少这对于Dominus来讲是一个好消息 他们开始赢BO3了 你前面辛辛苦苦弄半天 你最后一波全吐出去了 来看一下这个经济的一个曲线 就是说了就是当然以个别选手的一个对变对线实力还有加强的空间 但我觉得像你看这个赛季的车离子一直泡夫 我觉得绝对不是在对线能力上面是联赛倒数的 包括游道拿到皇子他的一个前进节奏 就是我觉得你很难在个人身上找到更多的操作方面的问题 对吧 因为打到这个时候说一个很客观的说法 能打到LPL这个层面的这些选手没有操作差的 没有 只有说相对他这场状态没那么好 可能发挥没那么亮眼 可是英雄没有那么高的熟悉度 对 但是绝对没有说这个人就是菜 他就是操作差 上来就是真白给他那种 对不可能有这样的选手出现在顶级联赛 那就期待着之后VG的一个改变 当然再次的恭喜Dominus Dominus两场比赛其实经济曲线里面都出现了 Dominus现在他今天的打法 他是贯彻了四合的想法了 其实不管上的是爱童还是首发打野小鹏 其实他们都是很希望自己的队伍可以继续保持这样的样子 那这场胜利看他们接下来了 因为我觉得就整个夏季赛 Dominus还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的一个空间 是的 去追分 也希望这场胜利能够让他们真正的找回取胜的感觉 具体努力吧 我们酷雀神庄第七件 战马能量不凋现 欢迎各位来到京东的观光厂城 搜索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用这个满满能量carry选场 一起来get我们LPL的同款能量神装 是因为还有一场BO3 对吧 大家赶紧把能量补充一下 我们还要欣赏来自于FUNPLUS跟V5的这场对决 这场对决其实我觉得也很期待 先来看一下 这个前面的月塔真的做的已经很出色了 包括这个真假皇子的玩法 很有趣 这一段就是他抓了两波千绝都还没溜 然后这波其实也很赚 这波打到这边超级赚 真的他应该交闪的 如果你是这么玩下去 他是觉得什么 他交闪千绝会开大 对吧 他的视角里 但那个位置其实开大是有机会皇子落地再杀他 对 就是我的意思 如果你想推中塔 那我觉得这波直接交闪好了 你看他半天飞雨完了 他犹豫了 他这个位置 就这一波的失误其实是真的挺严重的 最后是交了一个死亡 闪现防御塔的这个雷射光是直接跟到闪现后的位置击杀 是 然后这一波这一过来没有带 因为如果有带的话 其实他们还可以再判断一下整个大龙的一个局 游荡可能有机会秉一下进去抢龙 因为他是EQ大闪三段位移都在 对吧 这波你看到NICO的伤害其实还是有 毕竟因为艾桶很脆但是艾桶有一个阳灵身心 所以出来 然后配合戈拉的一个伤害 拿下三杀TRIPLE Q 这波 看到了TWILLA 这怕反应也慢了这波 这波其实 曼天飞雨多大 对正常的反应的话R是非波 他想要走位但是 因为沙皇的大招有一个 身后一点点距离能推到的那个判定 他有点像加里奥的正义处权吧 加里奥的正义处权判定也是这样的 最后一波其实这一波已经算是 顽强抵抗了 虽然这波的羽毛打得够多 也勾到了脆皮 但是没办法 嘎拉从头到尾都有在注意 对位的选手狭的一个位置 就嘎拉那波打完 他的血量是全满 对的 这样也是比较可惜吧 对危机来讲 是 确实在选择上 在决策上 依然没有做到比较好 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努力 因为真的刚才有鼓鼓强的观众都在讲 说多少个赛季了 连续很多个赛季 其实在回到LPL之后 危机就没有真正找到一个赛季 能够打出始续自己的内容 或者说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对 但我觉得这么多赛季来 我必须评论 就是VG也尝试过所谓的外援 找集战力 对 然后尝试新人 就是这个赛季的VG 如果是我 我会就希望他们给他们最多的一个机会 因为当然龙哥当然也可能也比较可惜吧 春季赛不是带了一阵子 然后因为有一些别的一些个人的一些因素 所以没办法去带 现在又回来了 但是你成长的速度不够快 说实话就是这样 就是苛刻一点或者是严格一点就是 因为别人就是原本起步比你高的队伍 他成长的速度也不输于你 粉丝空前榜 游荡是领先了新人艾童 但是在其他方面都是由SD 抱歉 都是由Donis的选手领先 最终的前三名 在今天的第二场BO3打之前 还是由小鹏 Gala 推了三名选手 也是可以说在春季赛SDG拿下的好成绩 那Dominion这三名选手 关注度还是特别的高 对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吧 把春天给我们带来那种惊喜 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因为确实可能 整个春天没有人觉得他们能够 来到几乎在第二轮 对吧 包括他们后面的AST 也以SDG的这个对名 最后一次夺得了一个冠军 我还是很喜欢Dominion 是他们的口号吧 对吧 就是年轻绝对不是借口 我们要的成就就是 飞黄成达 这个就很有纪念意义了 本场比赛MVP颁给的是 打野位上场的新人艾童 他在职业生亚的第一场比赛中 就拿到了MVP 这将是一个 可以让他铭记很久很久的时刻 那也希望 这个MVP仅仅是一名选手的开始 是 来 也未来就是也可以跟自己的这种 后背吹嘘 对吧 儿子啊 爸爸以前打LOP 第一场上去 搞个就搞个MVP 而且我还出那个无尽之刃 那个解说还跟我说什么 你都不知道 太激进了 对对 啪啪啪对面的人就没了 解说嘲笑我 说这个人怎么出这种装备 我中路的我上去吧 对不对 两个人想要打残 然后Gala上去收割了 那个J就是被我单吃的 对吧 就是这种 很有历史纪念价值的一个 希望这整个东面是两名打野选手 都能继续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进步 对 我觉得对于小鹏来讲 其实他在第一局第二局发挥还是很出色的 那现在有了新的伙伴在同样的位置上 希望两个人也能够跟我们之前见到的无数成功的同位置选手一样 良心竞争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最终对于Dominion BD来讲 肯定是看到一支更强大的队伍 那对于我们解说以及观众来讲肯定是想看到 你们能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比赛 对吧 其实我说实话 观众们真的不是特别 就说在乎到底是谁在这个比赛 谁上来了这场 但是观众们在乎的是你今天算 比赛好不好看 你能不能打出精彩的比赛 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 今天的第一场BO3还是相当的精彩的 那现场的采访已经准备就绪 我们马上将画面交给主持人双杰 来 欢迎来到我们的4号采访环节 我是虞书 我们要请到的是小鹏和昌宏 先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DMO战队的小鹏 大家好 我是DMO战队的昌宏 欢迎二位 其实今天拿到首胜 我相信二位的心情应该都不一样 也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此时此刻 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我们队伍经过了这么多场比赛 终于拿到首胜 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可能是我们这个赛季打得太菜了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状态的一个调整 或者说对于版本的一个适应的情况 那其实今天我觉得这三支比赛 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精彩的 因为我觉得第一局 大家应该最最最最最想问 我想问问我身旁的小鹏 因为今天第一局的时候 你们被塔姆跳下龙坑 抢到龙的那一刻 你作为打野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 你有料到他会起风密集换蠢戒 然后抢一个龙吗 我觉得当时我们五个队友都没有注意到 他起风密集换了技能吧 然后让他拿了这个机会 当时我还想左扭右扭挡他的Q 应该能不能他来抢我的龙 结果他直接一个陈剑给我陈蒙了 所以一时间有一点点慌乱 而且我看到你们在当时被抢了大龙之后 在第二次打大龙的时候 你们好像配合好了很多 因为你们有人在上面防守 那我也想问一问 我觉得其实今天昌宏做得非常不错的一点是 在他们拿到大龙buff第一局在推进的时候 你一个人凯南在塔下 围住了四个人在包围你 然后你反打一波零换四 当时你是在等待你的队友支援吗 是的 因为我们有提前共同过 我看到对面打野的位置 还有他们谈目有大招是吧 我们猜到对面要飞我 所以我提前你共同好了 所以说当时的那一波也是比较好的 阻止了他们的一个进攻的节奏 那除了今天的第一局之外呢 我在第二局看到 我们也是也看到了名场面 没看到他们偷家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你们在中路 第一个回家的应该是昌宏 然后你好像是在继续追击 当时你们是怎么发现 有一个瑞兹在偷家的呢 当时我们都看到了瑞兹回去偷家 但是我们在回家的中途被他们一直打断 然后他们也非常的聪明 各种利用救赎闪现之类的来打断我们 让我们没办法去追进那个瑞兹 所以说一不小心被他们拿下了第二场的胜利 不过我觉得在第三局 你们的一个整个的状态也恢复得很好 尤其我觉得其实昌宏 我很想问一问 因为你在第二局的时候 其实船长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二连筒 可能也没连上 但是为什么第三局还会这么自信地选出了船长 而且是在第一个阶段的VP的时候拿出这个英雄呢 其实我不是很自信 我的队友跟教练比较自信 他们相信我的船长 真的吗 我想问一问小鹏 因为你第三局确实不在嘛 但是你能不能说说 你对于他的船长是怎么样评价的 其实我在下面我都看到辣眼睛 打盘根本连不起来的桶 所以说今天第三局的时候 幸好我们的超红应该也是证明了自己 因为我觉得第三局最好的一波 应该是你在你们打大龙处理的那一波 用你的桶和你的身体挡住了他们过去 干扰打龙的那一个爱童 能不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呢 就是沟通好了吧 知道他们没有技能 所以我有赏现 有桶子 所以我来一个人守住烂个路 队友继续去烂龙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也发现 其实昌龙的一个船长 也是属于比较偏发育的 在第二局和第三局 好像镜头都不是很多 那他们两个人打野 比如说爱童和小鹏 在各路支援的时候你在干嘛呢 发育 发育 发育吧 就还是属于船长 必须要做的事情 先把银蛇臂给挤起来 而且可以到后期呢 船长的大招支援也是很好的 那我也想问一问 其实想问问小鹏 因为你看到了爱童 今天第三局的表现 发挥也是很不错的 你作为一个老打野 你有什么样想评价的吗 对于这个新的队友 我觉得他这场发挥非常的不错 然后每个节奏做的也都非常的好 而且可以看到 我觉得两位应该都是 你觉得你们两个的风格 是相似的呢 还是非常不同的呢 其实我们的风格可能是差不太多吧 只是他可能会觉得更稳定一点 更稳定一点嘛 但是我相信呢 在之后可能你们队伍 有了两名打野之后 这样的一个轮换 对于你们的两位打野 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些增进 或者说两位可以更加的互补一些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 是来自哈皮特长安社区的 一位水友的提问 他想问一问 今天是好不容易拿到了首身 想问一问你们的队员 会在拿到首身之后 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呢 应该是聚餐吧 听见我没聚餐了 想要聚餐 那你们聚餐间是什么 有想好吗小鹏 一般我们聚餐都是随缘的 抽到什么算什么 抽到什么是什么吗 可能就是拿手机APP 随便定一个好吃的地方 可能是火锅 也可能是其他的 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二位 接受我们的采访 也期待呢 你们在之后 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同时呢 我们也是非常感谢 我们的所有的水友们的提问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 是战马赞助的粉丝握手会的环节 今天的幸运观众是 3排11座 7排11座 10排9座 11排18座 15排19座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所有的队员 来到舞台上 掌声有请 好的欢迎我们的三位队员 来到舞台上有请 来到舞台上有请